这个女孩在是婚纱的时候 丈夫手机上却收到一条付费视频 她打开一看竟是未婚妻和前男友同居时拍下的 看到视频丈夫当场就愣住了 她拿着手机询问妻子里面的人是不是她 女孩看到后也当场吓傻了 这不是两年前发生的事情吗 为什么会在她即将结婚时突然出现在丈夫的手机上 女孩当即就拿着视频报了警 在询问中得知 那个视频是她和前男友100天纪念月的时候拍下的 可是当时在拍完之后 她亲眼看到前男友将视频删掉 她没有想到这个视频还会再次出现 女孩说她感觉前男友可能还偷拍了她别的视频 因为以前在交往的时候 前男友整日都吵着要拍照做纪念 她也是因为受不了前男友这个特殊的嗜好才分手 检察官循着视频发布的源头 发现了另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发生在同一个房间 只不过是不同的女孩出现在里面 很明显这应该就是和女孩分手后 男人交往的新女友 于是他们顺着视频中女孩的画像查出了身份信息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第二个被害者所在的地方 在这个女孩口中得知 金善规确实有拍视频的爱好 而女孩也在结婚的时候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但是好在这个视频只有她自己看到 为了能够顺利结婚不被影响 她当时花费了十几年的存款 才将网络上的视频删除干净 女孩告诉玛丽他们 虽然她知道前男友的一切罪行 但她是不会出庭作证的 因为她不想再让这件事情影响到今后的生活 虽然得不到女孩出庭作证 但由此他们更加能确定散播视频的人 就是他们的前男友金善规 随后他们就将金善规抓起来进行了审问 可金善规却一口咬定视频不是她散播的 如正续检察官见状直接把两个视频放在她面前质问道 同样的地点不同的女孩 而且男主角都是她 他让金善规解释这又是怎么回事 但是金善规却说视频可能是在她修手机的时候被盗 还说检方根本就没有查到她的证据 她知道检方做这一切只不过是在逼迫她主动招供 没有确凿的证据 他们只能积压金善规48小时 于是他们决定在放火归山之前先去搜查金善规的住所 以免她出去后销毁证据 然而在他们前往金善规住所的路上时 金善规猜出了他们的想法 他使用手机给他的同伙发去了销毁证据的短信 同伙看到信息当即就把所有的U盘放进马桶冲了下去 所以当检察院的人来到金善规的窝点时 他们只抓到了金善规的同伙 而上传视频的设备都已经被同伙破坏 当他们抱着破损设备回到检察院的时候 被关押了48小时的金善规也在此时被无罪释放 然而金善规在离开检察院之后 他就查出了玛丽的住所 并且发现玛丽现在住的房子正在招和租人 随后他就以看房为由 让房产中介带着他进入了玛丽的房间 在中介去接听电话的时候 金善规就在玛丽房间做起了坏事 当玛丽回家后洗完澡时才发现 他家卫生间的镜子上竟然被人安装了摄像机 玛丽当即就将摄像机拿了下来 但此时才发现已经为时已晚 他刚才回家后的一举一动都已经被金善规录了下来 与此同时玛丽听见门外传来破解密码门的声音 他吓得当即就拿起了家中的平底锅 然后躲在墙角边关上灯 他要等门外的人进来的时候给他压的一锅点 可当人进来他打过去的时候发现是自己人 看到盧振旭的那一刻玛丽提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如振旭解释说 他刚才坐电梯的时候看到金善规鬼鬼祟祟的从楼上下来 并且遇到了房产中介 中介说他刚才带人来看了这个房子 如振旭听完中介的话以为金善规是来报复的 因为担心玛丽的安全 所以才主动输入密码进来 随后他们就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发现了隐形摄像机 就在他们叫来警察准备立案时 却得知金善规已经跑到了警局自首 玛丽当即就来到了警局 金善规见状立刻跪在地上求牢 玛丽说他一定会让金善规好看的 金善规威胁玛丽说如果他被送进了监狱 他就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让千万网民一起欣赏 其量玛丽根本不怕威胁 庭审时他直接拿出自己被录下的视频 在法庭上当众展示了出来 再加上他们说服了第二个受害者做人证 以及在摄像头上留下的金善规的指纹 因此金善规靠散播不雅视频获利的罪证被敲点 他最终被处以三年的有期徒刑 我先就去紀元 我先就不接了